祖母绿,无疑是绿色宝石界的Super,Steven斯团,也是石飞巨大并级世界,出于对他的喜爱涌现了一大批的祖母绿模仿者。 今年1月份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检测中心广州实验室发了一篇文章,告知广大商家和消费者,他们检验一件被委托的玻璃水晶瓶和石坊祖母绿挂坠。 该挂坠不仅颜色与天然祖母绿石碑相似,肉眼观察时,其内部包裹体,也可以以甲乱针,让人不禁觉得恐慌。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,祖母绿都有那些模仿者。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检测中心广州实验室收到的检测样品,祖母绿挂坠,一号模仿者, 个头灰石,个头灰石长成深绿色至黄绿色,在绿色镜下成红色反应,特别是乌拉尔山脉采出的个头灰石,在市场上很容易被当作祖母绿销售。 区别,主要在于颜色,折射绿等,个头灰石的颜色,无法像祖母绿那种柔和。 稍有些方案,其折射率高于祖母绿,为1.675-1.701,双折射率为0.024-0.030,其可见光吸收光谱,在红区也9个吸收,但在505纳米,储具吸收线,个头灰石的内部,也可有气液包体,管状包体,但很少像祖母绿内部长期有那么多三项或两项的包体。 二号魔防折,各法概率流石,各法概率流石在颜色上,呈黄绿色质量绿色,表面光泽强于祖母绿,各法概率流石与祖母绿一样在绿色定下呈红色或粉红色。 在红区值个吸收谱,区别,主要在光性特征,多色性,折射率,密度等方面,各法概率流石为针质体,无多色性,其折射率高达1.740加减,密度高于祖母绿,为3.61加减TCM3。 而且内部无祖母绿中常出现的三项或两项包体,各法概率流石中,呈现的是固体包体或附金。 三号模仿者,翠柳石,翠柳石呈绿色至暗绿色,其特征基本与各法概率流石相近,未均质体,无多色性,折射率高达1.888,密度为3.84克每立方厘米,内部常见,有马尾状石棉矿物特征包体。 四号模仿者,绿色必洗,绿色必洗成蓝绿色至暗绿色,色调偏暗,其折射率,双折射率和密度均高于祖母绿,折射率1.62,1.64,密度3.02加0.02,负0.02,GCM3,双射率高达0.020。 在合适的方向可见后,颗面棱线重影,多色性强,内部常发育有现状分布的气液包体。 五号模仿者,绿色银石,绿色银石常带有一种蓝色色调,与蓝绿色的祖母绿很相像,但表面光则弱得多,银石为云质体,无多色性,内部常因此主节理发育,而呈现一种异常消光。 侧带发育,也同样具有二项或三项气液包体,但气液包体的边界不如祖母绿中的清晰,密度比祖母绿的高,为3.18加0.07,负0.18,GCM3,银石在紫外光下常具,强荧光反应,有的甚至有荧光。 六号模仿者,北翠,半透明和近于透明的弧面型载翠与弧面型祖母绿很相似,通过放大观察可以区别两者。 因为祖母绿为单晶体,耐不发育的是气液包体,原生或刺受裂系,而北翠为多晶体和体,长,表现为纤维胶织结构,在泡光面上能观察到晶体的界限,或由于晶体方向不同,而在泡光时流,下的微弱的凹凸痕迹, 而且飞翠折射率比祖母绿的高,为1.66左右,弧面型祖母绿点策法一般所得指为1.58,飞翠密度高于祖母绿,为3.34加减GCM3左右。 飞翠的吸收光辅在红区有,三条间隔均匀的吸收线,690纳米,660纳米,630纳米吸收线,在蓝区高有437纳米,的吸收线,与祖母绿的不同。 7号模仿者,玻璃模仿达人,绿色玻璃与祖母绿最为相似,无论从颜色,外观上,均可达到乱针的程度。 玻璃中的气,炮或其他一些残余物质,可以营造出一种类似裂系或指纹状胞体的外观,但玻璃缺少祖母绿,那种绿绒绒的感觉,但一些黄绿色或蓝绿色的祖母绿,色则较浅时,绿绒绒的感觉现强,不容易与玻璃区别,鉴定时,应特别谨慎,玻璃为菌质体,祖母绿为非菌质体。 在天光定时下玻璃常聚,异常消光,无二色性,玻璃的折射率范围较宽,可从1.47到1.70,甚至更高,与祖母绿有明显区别。 8号模仿者,拼合宝石,祖母绿拼合宝石的形式很多,可有二层或三层拼合,最常见的有,祖母绿加绿柱石,祖母绿或绿柱石加绿色玻璃,红色血流石加绿色玻璃,无色水晶加一层绿色材料加无色水晶等。 顶部一般采用祖母绿或绿柱石,下层有各种不同的绿色材料如玻璃,合成祖母绿,色浅的鹿,柱石等。 中间可采用无色或绿色的胶连接,拼合宝石很多直接相浅制成手势是很难分辨的,拼合方式也在不断的增加。 在区分上有一定的难度要特别注意,祖母绿的宝石品还有很多,拼合宝石和玻璃需要特别注意,把握一个原则,一分钱一分货,同时证书也要选择成为性较高的。 不要被那些企图一假乱真的证书欺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